他們真的掌握得非常非常好 那我們還要跟觀眾朋友們講的是 我們今天...我們... 不要講今天啦 我們在這一組的這個世界聯賽上 都會跟我們... Chinese Taipei 代表有Level Up 做一個賽獲訪問 現在我們已經接線成功了 來進一段賽獲訪問吧 安安 哈囉 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卷毛 嗨 卷毛 來 Paul 老師 你的第一個問題 對 那QBO這邊我們想要問一下是 能夠簡單地講一下說 你們Level Up這一次 為了的是這個 PUBG MOBO的世界聯賽 有做什麼樣的準備嗎 在這次賽事前 我們幽兒幽的教練團 然後跟人員 都有做部分的調整 然後我們也有在會戰的細節數 溝通上面 方面就是做了特別的加強 分析師也在賽前提供了很多很重要的訊息 然後讓我們能應對一些比較緊急的狀況 這樣子 我以為你會說 說最大的改變就是 我來了 沒錯 因為之前我印象中 QBO還沒有在這邊 對對對 大家都會問說 八神的八神的 QBO這一次 初登板就為大家帶來非常亮的表現 所以我第二個問題 馬上就要問你也是 你能不能夠幫我們簡單還原一下 你一個人扛住T1 一整隊當下 你的整體思維 還有你成功扛完他們之後 你的感想是什麼 就在面對到T1的那一波 很想 因為我一開始就知道說他們從T1來 那肯定血量也不這麼健康 那所以就是 勇敢去打 對 就是不要太萎縮 嗯 因為我們有看到你是主動出擊的 你並不是歸這房子 因為你歸在那邊 你是100%要被他們直接 可能灌雷灌到死對吧 對 那不如主動去出擊 去為自己創造一些機會 沒錯 代表他是很清楚知道對方也是吃毒來的 對 一切都是這麼的有邏輯性 沒錯 那再來的話想要問一下就是 你對於今天的四張地圖打下來之後 你自己覺得最可惜的會是哪一場 最可惜的 應該是最後一張海島吧 滿可惜的 就是我跟火旋都有留著 那如果我們細節上可以處理的在 快速一點 然後跟溝通上面 我覺得這把機應該是滿穩的 喔 兩個人有機會拿這把機 這麼有志氣 但也真的是臨門一角 從我們視角看來說 也真的差一點點而已 那再來的話 換阿媽問問題了嗎 沒有 你覺得今天的訪問到這邊就OK了嗎 那還是我想要最後再問一個就是 你們現在打下來 你們會覺得在今天的開幕賽當中 你們的打風是偏保守的嗎 還是你們覺得 現在可能還在試探的階段 所以不想要像其他隊伍 像有些不管是BTR 又或者是這個 Orange Rock一樣打得這麼激進 就你們現在評價說 你們今天的對戰內容 打的是穩健還是偏保守 又或者是其實你們認為 這樣已經算是激進了 我們算是打保守的 對 因為畢竟戰術這一塊 不能讓太多隊伍知道 然後我們也積極地在做 其他隊伍的測試強度這樣 看得出來你們今天算是打得 比以前穩蠻多的 沒錯 對 但該出手的時候還是有把握住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好 因為之後我們在這一整個聯賽上 都會一直跟 跟你們密切的互動 沒錯 所以我們不用一天就把所有想問的 全部問完 還是留一點到以後吧 好 加油Q毛 加油有LayFub 謝謝LayFub 掰掰 好 謝謝 掰掰 OK 他也算很清楚的解答了我們今天問 他也很清楚知道 今天的打完的一個狀況吧 是 的確呈現的跟我們看到的是一樣的